永靖湘福星国小一日上午盛大举行 一百周年校庆继社区联合庆祝活动 以福星世纪百年传新为主题 规划学生成果表演 武师武龙几百周年校庆一文展等活动 庆贺学校一百岁生日快乐 我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校长及所有老师们 真的很荣心给我们教孩子 没有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有话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那这个孩子们真的是多彩多艺 刚刚看到他们的舞蹈等等的表演 那这个今天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要讲究SDGs的一些精神 那特别要谢谢我们陈书游 也是我们的宪政顾问 还有邱志中也是立德景观工程的董事长 以及林大福是我们前主席 那林志安是我们先任的主席 他们的两个父子 这些四个人呢共同捐赠给我们学校 大门跟教学大楼以及后方景观的一个造景 那充分的表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一个精神 我把想说感谢姊姊的 很久没下雨 那刚好下到今天 那就是也是要 当然是要讨论学校 学校这边我们有几集应变 我们把我们的场地 一找大家来 我们本来是在我们的大操场 我们的司令塔 那我们赶快把它签过来 虽然我们只有现在是八个班 但是我们发挥八十个班的精神分化 我们把它做完成了 好 这一场最主要的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所有 我们今天的一位贵宾 尤其是我们的王县长的楼梯 都要再大 还要祝贺 还有我们所有的贵宾 这里还有我们做一个祝福来的效果 虽然今天下着雨 但是我们还是风雨深信心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进行的很圆满 复兴国小从民国十二年创校至今 已经走过一世纪 在各行各业培育出许多社会精英 校庆活动邀请多位杰出校友回娘家 并且颁发讲座 现场还有挥豪、茶道与展览活动等 场面温馨隆重 王惠美县长感谢校长老师们的用心教学 及家长会的支持 让孩子们可以专心学习快乐成长 公益频道林义俊永静采访报道